歡迎來到早安 歡迎收看一月十八號的公序 早安新聞 我是這位人 首先在內來關心到的是 臺美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 第二回合的談判 在昨天下午落幕 總談判代表鄧正中 昨天晚間召開記者會說明 表示大部分的條文 都和美方已經有共識 未來幾週會透過視訊會議 確認就可以安排 簽署早收協議 十七號晚間 召開記者會宣布成果 總談判代表鄧正中 心情看起來很放鬆 因為臺美二十一世紀貿易創意 第二回合談判 總算順利落幕 有望數週內安排簽署早收協議 有很大部分的條文 雙方都已經有共識了 那還有少數一些條文 還需要在雙方再繼續做協商 去年十一月第一回合談判在紐約舉行 第二回合實體會議責喚美方來臺 本次聚焦在貿易便捷化 反貪腐 良好法制作業以及中小企業服務業 國內規章等議題 跟過去臺灣跟美國交往的這種方式 由美方提出要求臺灣來做的這個不一樣了 非常明顯的將來臺灣跟美國的合作 是會經貿方面的合作 會是一個站在很平等的基礎上面來進行 如果臺灣順利跟美方完成簽署 鄧正中認為這看在其他國家的眼裡 是另外一個證明有助於臺灣加入CPTPP 證明臺灣有能力 有意願願意接受高標準 我相信對於臺灣的入會參加CPTPP 應該有相當大的幫忙 至於什麼時候簽署 怎麼簽 在什麼地方簽 鄧正中則表示還沒有討論到這個階段 目前的工作重點是把協議內容確定下來 希望最快在今年就有相當大幅度的成果 記者謝震靈 朱鳳竹 無期稱 綜合報導 為了要普發現金 立法院趕公審查 全民共享特別條例草案 希望明天在十九號的時候就可以三讀 預計在二月底 三月初發放 不過草案當中的現金條例只提出了六頁 就要運用三千八百億預算 被國民黨立委批評 空白授權 罔顧財政紀律 為了普發現金 立法院五個委員會並按審查 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條例草案 目標在兩天內完成審查 立委關心現金會如何發放 國發會主委公明星表示 會分成三種方式 預計在二月底 三月初發放 你如果有帳戶 然後提供給我們的話 我們直接錄你的帳戶 如果你沒有帳戶的話 你也不願意提供 那你也可以去ATM領線出來 那你當然也要提款卡跟這個 如果說你這個都沒有的話 那你就拿你的身份證跟健保卡去領櫃 就是這個郵局的部分可以去領取 二號行政院院會 九號行政院會 或十六號行政院會通過 以這個時間表 你們都可以送 你都可以做到二二八開始發放 對不對 對 如果說是開始發放可以 社會部長唐鳳表示 這次的發放系統是沿用之前 孩童防疫補貼和陣型五倍券的設計 但還需要擴增系統才能承受 全民發現金的使用量 而國民黨立委王鴻威就任後的第一場質詢 就批評政府沒有提出固定制度 處理抄增的稅收 我們做了這個特別條例 請問我們是建立制度了嗎 保安委員今年的狀況是特別特別的狀況 所以它不是制度 對 制度的話當然是 所以你早半天你還是沒有制度 國民黨立委洪孟凱則是指出 行政院版現金條例只提出六頁 就要運用三千八百億預算 還要求立法院授權行政院 用來強化經濟及社會任性 批評根本空白授權 罔顧財政紀律 記者黃昀君吳家寶 臺北報導 但你來關心到天氣 再過兩天就是小年夜了 這一次的年假有長達十天 但你來掌握兔年新春的天氣 今天因為有冷空氣南下的關係 所以北臺灣的氣溫稍微下降 整天溫度只有十四到十六度 不過明天就會稍微的回暖 其他地區則是變化不大 大致都是多雲倒勤的天氣 週五小年夜因為東北季風增強 北部東半部轉為陰雨 特別是宜蘭花園的雨勢會比較大 提醒行金蘇花公路要特別的留意 而除夕到年初一是又會稍微的回暖 是一個適合大家出門拜年的天氣 到了初二初三 又會有一波冷氣團南下 各地又會轉冷 目前冷氣團的強度 氣氧局還在密切的觀測中 而初四到初六冷氣團減弱 氣溫回升 另外氣氧局也提醒大家 冷空氣影響的時候 東北季風偏強 沿海要特別留意風浪 而今天氣氧局也是針對金門這邊 來發佈低溫特報 此外今天明天小年夜 還有二十二號初一 這三天西部的清晨會容易有霧 行車要留意到路況 好 觀賞國內天氣持續要關注的是 為了改善區域的空氣品質 環保署就鼓勵各地方政府 因地質疑來畫設空氣品質 維護區 禁止或限制高污染車輛進入 目前全國共設有十九個縣市 畫設四十五處 雲林的工程國小周邊畫設之後 一氧化碳減污超過四分之一 臺北市的三個轉運站PM2.5濃度 也降低兩成 校門口外就設置告示牌 雲林斗六工程國小周邊 畫設成空品維護區 五年以上燃油機車得完成年度定減 才能進入 畫設後降低 溢氧化碳排放 減幅達二十六點三趴 臺北市三個轉運站在畫設空圍區後 柴油車必須取得自主管理標章 達到相當四期排放標準才能進入 PM2.5濃度因此下降兩成 環保署表示全國十九縣市畫設四十五處空圍區 限制高污染車輛進入 再搭配老車太舊換新補助政策 老車數量持續減少 台北港也在前年畫設 老舊柴油車必須定減合格才能進入 成功減少了六成老車出入 不過將近一半老車約千輛 轉往周邊作業仍有污染之餘 新北市環保局要進一步管制 我們為了避免這些車 就乾脆在周邊跑 然後把貨物給那種可能是合格的車家運到台北港 所以我們有把要把整個空圍區擴大 那目前規劃去擴大從台北港到林口台電那一塊 環保署表示鼓勵地方政府應地制宜 劃設空圍區 雖未強制 但如果縣市政府較為消極 管制成效差 考核後會減少空污補助比例 特殊風味的中國螺絲粉其中一款外包裝文字引發統戰爭議 經濟部長王美花就表示目前沒有開放中國粉條食品進口 通令所有通路都要下架 另外韓國的新碗麵則是被驗出泡菜豆腐口味的碗麵 調味料的包殘留農藥 環陽已完 進口商將全數銷毀 源自中國廣西柳州的美食螺絲粉 米粉加上配料 酸抽辣口味也風行臺灣 但其中一款包裝印著 你是中國人 我也是中國人 四捨五入一下 你就是我的人 引發統戰爭議 經濟部長王美花表示 中國粉條食品沒有開放進口 將稽茶要求下架 我們會跨部會來做相關的機場 不管是在實體的通路或者電商平台 都會要求下架 螺絲本火樹下架和包裝上文字有沒有關聯 王美花為正面回應 強調是走私貨虛報的商品 所以都要處理 熱水沖泡等上幾分鐘 韓國進口泡麵能當正餐也能充當點心 這款農心超進化 新碗麵 泡菜豆腐口味同樣受到民眾喜愛 食藥署邊境雞茶卻驗出調味料包殘留農藥 還養一碗共一千箱一千一百二十八公斤 需要全數推運或銷毀 韓國新碗麵不合格也引發民眾關切 食藥署表示是六個月內第一次被檢出 接下來會調升抽驗率 而進口商則自清 每一批都自行送驗 目前市面上流通的產品都沒有問題 以回頭要求製造商農心公司 未來需自主檢驗合格才能出口 記者綜合報導 帶您來看到今天的《早餐時報》 首先來看到《自由時報》的部分 中國製的螺絲粉絲風波持續延燒 經濟部在昨天晚間是再度宣布 同樣來自中國的黃飛鴻麻辣花生 不准進口台灣 理由是花生產品在台灣有生產 為了保護國內產業 比較螺絲粉禁止在台銷售 至於另一款中國零食魔浴爽 由於在國內沒有生產商 只要申請專案就能輸入 經濟部會清查目前在實體與電商通路 上架的魔浴爽 背後的進口商是否有申請專案 接下來看到《中國時報》 台股虎年昨天封關 小漲五點作收 以一萬四千九百三十二點 劃下虎年據點 統計結算之後 虎年全年股價指數下跌 兩千七百四十一點 跌幅是百分之十五點五 創兩千零九年後的最大跌幅 如果是以全台開戶數 一千兩百零一點九萬人 來估算的話 平均每位股民虎年損失 六十七點二萬元 最後來看到聯合報的部分 目前全台已經有七所高中職 被列為專案輔導學校 昨天教育部開完 第十次私校退場審議會後 以財務狀況顯著惡化為由 將彰化縣的大慶商工 還有嘉義市的新華高中 列為專輔學校 並且給予兩年改善期 還有一千零七十八名學生的新華 表示遺憾 承諾學生權益不受任何影響 另外大慶學生還有八百八十人 則是延以轉型為長照或社福機構 健保署個資洩密案影響國安 外傳檢教鎖定夜信前阻密來調查 不過健保署也回應 在案發之後啟動危機處理 對於目前曝光的媒體報導 有些並非案件資訊 希望各界不要揣測 有關全臺兩千三百萬民眾的健保資料 是否外洩 北檢日前繽紛多路搜索調查 但是有平面媒體揭露 檢調鎖定了健保署的夜信前阻密 他涉嫌以隨身碟 替取檔案長達十三年 內容侵涉到了府院高層 還有情侵系統的人員個資 而且近年來 夜信前阻密 時常往返中國 還被發現到 只要一回臺 家人的賬戶就會有大筆的資金匯入 金額據傳超過十億 可能還有共犯或是未保譚 的檢視比對當中 金毛署政風市表示 案發之後 啟動了危機處理 涉案人員調理主管職務 並關閉調查權限 同時也成立了專案小組 進行內部的行政調查 並檢視內部機制 還有盤點署內同仁的查詢 調整授權範圍 如果有不法情勢 會依法嚴懲 中犯這些賣國賊的話 人民對這樣蠻憨的司法體系 是無法容忍 應該建制專業的國安法庭 跟國安的檢查體系 這些犯罪行為 共諜行為 多數發生在馬政府期間任內 亡羊捕饒 為時不晚 這個調查局的部分 他們有掌握 那我們當然在技術上面 如果需要我們協助 我們全力協助 只不過共年滲透到臺灣 搜集情報的事件實有所聞 有軍事民在國外的網站上 發現到有人在兜售 臺灣情報機構的機密文件 資料有時機 要價十五萬美元 調查局表示 已經掌握了情況 正在調查 記者 曹彥均 郭俊玲 綜合報導 行事局網路巡邏發現 家裡有一名理性男子 在網路購買3D 列印器材和槍管 並且透過3D列印出槍聲 警方查貨共五支列印的長槍 三把改造手槍以及多發子彈 是否有販售及流向警方正進一步追查中 警方進到屋內 兩部3D列印機正在運作 但列印出來的竟然是槍械的零件之一 行事局透過網路巡邏 發現家裡一名理性男子 在網路購買3D列印機 以及槍管和彈簧等材料 再透過網路找到長槍的設計圖 以3D列印的方式製造多把長槍 警方查貨列印的長槍成品有兩支 半成品三支 還有不少零件 和三把改造手槍 子彈七十一發 而查扣的試射銅底還有六十五枚蛋殼 逐步鑑定 這些列印出來的長槍 具有殺傷力 警方調查 嫌犯從去年九月開始 除了製造長槍外 還有改造手槍以及子彈的技術 但是否認有販售 警方表示這是國內首箭 以3D列印製造長槍的案件 目前在追查流向以及是否有販售 訊後將嫌犯一涉嫌違反槍炮 彈藥管制條例送辦 針對改造以及持有改造槍械 可除五年以上 並科一千萬元以下的罰金 而如果確認有改造的事實 可除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並科三千萬元以下的罰金 紀友林健身彭煥群 臺中報導 關心國內疫情 昨天新冠本土 涉病例是增加了一萬九千六百五十八例 比上週二減少百分之十九點八 指揮中心也公佈十五號中國入境旅客 採檢陽性率是百分之七點九 再創新低 對於指揮官王必勝表示 期望過完年之後能實施第二階段的口罩松綁令 國內專家是指出 一到三月是流感劑 建議三月中後再放寬政策會比較安全 週六就是除夕也不少人返台 圍爐過年 指揮中心公佈 17號的國內疫情本土病例一萬九千六百五十八例 較上週二減少百分之十九點八 境外移入是三百一十二例 三十例死亡個案 至於十五號的中國入境旅客 採檢陽性率則是百分之七點九 再創新低 除了這週是入境人數高峰 根據陶基公司 以航班運量人數 預報系統顯示 出境高峰 將落在收假前兩天 也就是一月二十八號 預估人數會有九點四萬人次 至於疫情指揮中心 指揮官王必勝日前透露 希望在過完年後實施第二階段 室內口罩松綁令 國內專家有不同看法 專家表示現階段 如果室內口罩令 真的要鬆綁 不能全面開放 像是大眾運輸工具 捷運或高鐵 以及超過五百人以上的集會 會演講還有演唱會 都還是建議戴起口罩 因新冠病毒不斷突變 未來疫苗是否朝常態化 接種也引起討論 不只得密切觀察 出境人數和陽性率 是否對臺灣社區造成衝擊 就連腸病毒 也有捲土重來的趨勢 疫情指揮中心建議勤洗手 加上醫療院所落實通報 才能防堵腸病毒等疾病 出現大規模的免疫負債問題 記者原始陳信龍 台北報導 二零二四總統大選 臺灣民意基金會 最新的民調顯示 其實賴清德是以百分之三十四的支持度 高於侯友宜百分之三十一點四 還有柯文哲的百分之二十二點三 不過這個時候 外媒就報導說 賴清德先前 臺獨工作者的發言 讓美國擔憂他的兩岸路線 不過民進黨立委表示 賴清德的立場 和總統蔡英文一致 曾公開表態是務實 臺獨工作者的副總統賴清德 週三將正式接任 民進黨主席更渴望挑戰二零二四總統大位 不過英國金融時報十六號報導 賴清德的臺獨立場已經讓外國對他印象造成傷害 對於他的兩岸路線有所擔憂 現在開始要讓美國相信他可以信賴 外媒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說法或懷疑 基本上還停留在過往的時空 做理解的部分非常清楚 賴清德副總統以後的兩岸關係走的是蔡英文總統的路線 秦奈立委以及民進黨副秘書長林非凡都表示賴清德跟總統蔡英文的兩岸路線一致 近來更提出和平保台論述淡化原先的強烈立場 此時臺灣民意基金會也公布二零二四大選的最新民調 藍綠白三方賴清德是以百分之三十四的支持度 高於侯友宜的百分之三十一點四 還有柯文哲的百分之二十二點三 相比上個月賴清德支持度激增 侯友宜則是下跌 二零二四國民黨內已經有人表態 但是最有力人選侯友宜還沒有發生 黨中央傳出嚴你比照二零二二九合一的提名模式 協調後徵招 避免初選產生裂痕 或是讓民進黨見縫插針 伯母前一切未定 也讓國民黨陷入初選 還是徵招兩難局面 記者 韓英朋友組張國良 臺北報導 為了鼓勵後備軍人自願叫招 國防部宣布從今年第二季開始 依各軍種的需求 後備叫招區分為十四天 叫招三梯次 五到七天的叫招七十梯次 還有十四天的梯次是以兩次來計算 自第五次起 每次完成訓練之後 發放獎金五千元 而且為了兼顧性別平等原則 女性也將首年度叫招 因應中國軍事威脅 我國在去年推動十四天的叫招制度 為了鼓勵後備軍人自願參加叫招 國防部十七號宣布 從今年第二季開始 依各軍種需求 針對志願參加叫招者 區分為十四天叫招 三梯次 以及五到七天叫招 七十梯次 而且十四天的梯次以兩次計算 自第五次起 每次完成訓練後 我們都會發給召集獎金五千元 此外 為了兼顧性別平等原則 女性也將首年度叫招 規劃由北部中部南部東部的單位次行 國防部強調 後備軍人的志願 叫招辦法實施後 除了可以厚實後備戰力 強化後備部隊戰績的負訓成效 也歡迎退伍十二年內未曾被叫招的後備軍人 志願參加 也呼籲國人支持新智 記者 陳阿欽 蔣榮祥 台北報導 臺灣向美國採購的美國火山布雷系統 引發臺灣成為地雷島的質疑 國防部就澄清不會 強調主要是阻礙共軍登陸 不會太早來部署 事後也容易回收自毀 面對共軍軍機老台的次數不斷增加 以及兩岸關係持續緊張 為了防衛作戰的需要 反制共軍的攻台登陸 我均向美國採購十四套的火山布雷系統 引發各界質疑 臺灣會不會成為地雷島 對此 王布十七號特別澄清 官布強調 這套系統不需要做長時間的布雷 布雷時機點 是國軍判斷共軍會在北部 林口的寶斗錯海灘 桃園的海湖海灘 中部靠近清泉岡基地的甲南海灘 以及南部臺南的喜宿海灘 主力登陸 在針對登陸路線機動布雷 不會太早部署 事後也容易回收 自毀 所以用布雷來節約我們兵力不足的所在 軍事專家分析 我國的防衛政策是防禦 地雷其實是陸軍防禦的利器 一旦面對國軍在海空戰中 失利之際 敵軍將觸地登陸 利用地雷阻礙敵軍攻勢 能節約國軍軍力 做更機動的利用 更能有效阻擋敵軍攻勢 爭取更好的反擊作戰時機 中國昨天公布二零二二年底 人口數為十四億一千一百七十五萬人 比前一年減少八十五萬人 這是中國自從一九六一年以來 人口首度下降 由於生活和教育費用的支出高 有的年輕人甚至是不想 而且是不敢生小孩 聯合國預計印度將會在今年超越中國 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 中國人口世界第一 春運更是堪稱地表人類最大遷徙 光是十八號一天 中國鐵路交通就運輸八百四十萬人次 人口紅利一直以來都是 中國經濟發展的優勢 但中國官方十七號公布最新統計 二零二二年出現六十一年來 首度人口負成長 全國人口包括我們三十一個省 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 是十四點一億人 比上年末減少八十五萬人 全年出生人口九百五十六萬人 中國前一次人口減少是在一九六零年 當時中國正在對抗史上最嚴重的饥荒 此外中國去年死亡率為千分之七點三七 創下四十七年來新高 但關鍵原因仍在低迷的出生率 僅僅千分之六點七七 再創歷史新低 即使當局端出減稅補貼住房和延長產假等生育獎勵 但育兒成本太高收入追不上支出 都讓中國年輕人對生兒育女望之卻步 首先養一個孩子成本太高了 無論從小時候到升學到未來找工作 包括娶妻生子或者嫁人的時候 那個整個育兒成本也很高 所以可能我們暫時現在沒有二胎的打算 聯合國專家預估 中國人口到二零五零年時將減少一點零九億 比先前預測多三倍 收入減少加上健康福利成本飆升 恐怕讓中國未富先老 路透社也分析 中國突然取消清零防疫政策 導致醫療不堪負荷 也會讓民眾更不敢生育 這次人口負成長將成為重要轉折 未來中國人口可能長期下降 印度有望在二零二三年 就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 印度民眾希望政府能拿出具體作為 不過印度仍然有優勢條件 因為百分之二十七點三的人口 年齡在十五到二十九歲間 是全世界最年輕的國家之一 而且印度人口成長也正在減緩 自從二零一一年以來 年平均人口增加百分之一點二 低於前十年的百分之一點七 中國還公布了去年經濟成長率是百分之三 相較去年初官方鎖定的百分之五點五的目標近乎腰斬 也顯示嚴格的疫情風控等原因對經濟造成嚴重的衝擊 但專家就分析即便中國宣布一月八號取消入境隔離 但由於感染的人數大幅上升 短期內經濟反而可能面對更大的壓力 中國十七日發布二零二年GDP成長率為百分之三 遠低於官方鎖定的百分之五點五目標 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康義隨後信心喊話 稱基於物質基礎雄厚 超大規模國內市場等條件 二零二三年中國經濟一定會整體好轉 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 將不但的急劇增強 二零二三年中國的經濟的目標 這個應該來說是會整體好轉 專家分析包括清零政策 以及房地產業低迷等問題 都是拖累經濟增長的可能原因 即便中國宣布一月八日 且放寬房業取消入境隔離 但由於感染人數大幅上升 短期內經濟反而可能面對更大的壓力 中國在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中旬 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 強調以穩經濟為主 進一步鞏固穩增長 學者分析中國經濟增長不太可能靠外需 更重要的是內需市場 預期中國政府將會推出更多刺激措施 路透調查中國二零二三年經濟成長 可能會反彈至百分之四點九 多數經濟學家預計經濟成長第二季開始回升 而為了促進演出市場恢復發展 中國文化和旅遊部宣布 自二月十六日起恢復審批 臺港澳營業性演出 這也代表中國歌迷 可以聽到臺港歌手的演唱會 記者黃曼謝正玲 總理報導 世界經濟論壇十六號開始 在瑞士的達沃斯來召開 慈善團體樂師會趙立在論壇前夕發表報告 點名全球貧富差序的加速擴大 呼籲提高富人稅率 並對能源食品產業課徵暴利稅 希望在二零三零年之內減少一半的億萬富豪 讓世界更平等 樂師會發表的頂級富豪持續存在報告 指出新冠疫情爆發的頭兩年 全球新增約四十二兆美元的財富 其中六成三都落入了金字塔頂端一趴的富豪口袋裡 億萬富豪的資產平均每天增加二十七億美元 而全球十七億勞工卻因為薪資追不上高通膨 日子越來越難過 世界出現了二十五年來首見 極度有錢跟極度貧窮人口同時增加的情況 樂師會呼籲各國調整富豪稅率 漸進是重新分配財富 減少極端不平等 希望二零三零年讓億萬富豪的資產跟人數減半 回到二零一二年的水準 報告指出新冠疫情加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造成糧食和能源價格飆升 但有錢人在危機期間卻因為各國政府大手筆紓困 降息 在股市跟房地產市場賺大錢 還有九十五家食品跟能源企業 去年因為通膨獲利翻了一倍多 樂師會呼籲對他們課徵暴利稅 為了降低能源費用高漲的衝擊 法國宣布將對一千萬戶擁有機動車輛的低收入家庭 發給一百歐元的單次燃料費補貼 用來取代去年的油價補助計劃 預計將花費十億歐元 期限到二月二十八號為止 公視新聞 社會主任 瑞典七號人士童貝里十七號在德國一場 反對能源公司擴大開採煤礦的抗議活動中 遭警方嫁走 拘留數小時後獲釋 瑞典七號人士童貝里被原警抬起帶走 從畫面上看起來他並沒有任何抵抗 童貝里被帶走後獨自坐上警察巴士 十七號他在離旅測拉特村約九公里的一處路 露天煤礦抗議時被捕 當時他正與一群示威者坐在礦區邊緣附近 警方表示其餘一同被捕的人 當天稍晚就會獲釋 並說沒有理由將他們拘留數日 亞成市警方一位發言人告訴路透社 一群示威人士衝向緊鄰著危險區域的岩石突出平臺 而童貝里是其中一位他們之後被攔下帶離其中一位示威人士已經跳入礦景中 今年二十歲的童貝里與德國一批環保人士反對德國能源巨頭藍鷹集團擁有的煤礦擴建 上星期六他向現場遊行抗議約六千名示威者發表演說 認為煤礦擴建是對現代與未來數個世代的背叛 當時鎮暴警察已推土機輔助 將氣候人士從村莊裡的建築物趕走 只剩下少數人繼續留在樹上跟地下道內 而包括童貝里在內的抗議人士仍在現場靜坐到十七號 童貝里說德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污染國之一 必須被追究責任 公視新聞黃韻玲 將焦點轉移到國內 年節將至 大家最關心到的就是廉價交通 交通部也公佈了春節輸運計畫 預估南向返鄉車潮 將會落在廉價的第一天 還有初一初二 另外解封之後的首個春節假期 陶基公司預估單日旅運量 將突破兩年多來的新高 單日出入境將達到九萬人次 今年過年廉價長達十天 交通部預估南向返鄉車籌 在廉價第一天二十號 以及初一初二就是二十二到二十三號陸續出現 初三 初四則是湧現觀光出遊車籌 由於假期較長 預計將從初四下午到初七陸續出現 較為分散的北返車籌 而蘇花公路隧道搶修工程春節不管制影響不大 大清水路段的話 因為在春節期間 它是完全這個開放通行並沒有阻礙的 所以在這個路段並沒有相關的阻塞 原有的這個車流的部分我想就是跟以往的模式一樣 最終還是希望給花東一條安全 這個平安回家的路 這是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疫情趨緩 各國新年迎來爆發性旅遊潮 陶基公司預估廉價出入境高峰 將會落在收價前兩日 一月二十八日當天可能達到九萬元次 是二零二零年二月以來新高 出入境人數明顯復蘇 今年陶基江潮年旅客量兩千萬的目標邁進 至於被受關注的內閣改組問題 傳出王國才將轉任華航公司董事長 交通部長由前基隆市長林又昌接任 王國才回應 目前沒有收到府院任何通知 他的興趣是交通改革 仍會做好每一天部長的工作 記者就放置中建綱 台北報導 台北捷運周邊去年受理的違庭案件 超過三千件 常見的違規樣態 就是未依規定停放停車格內 但警方也接受不少申訴 機車遭他人移動因而受罰 於是就提醒車主 機車在停好之後多個拍照的動作 留下證據來自保 騎士停好車前腳剛離開 就有陌生男子上前亂移車 挪出停車格 福大捷運站機車塞滿滿 也有人要前車 就把他人機車移出車格後 直接騎車裡去 像這樣被移車的經驗 許多騎士都遇過 按照警方統計光是去年台北捷運周遭受理的違庭案件 多達三千三百二十八件 尤其回龍站五百零四件最多 再來輔大站兩百八十一件 以及單縫站一百九十三件 常見的違規太陽之一 就是未依規定停放停車格內 而警方也坦言機車被任意移制 在食物上難以構成強制罪 機車遭乱疑就怕後續吞罰單 警方交一招自保 機車停放後 拿起手機拍照存證 就算之後車輛遭人一致受罰 也能自清免擔心 簡單一個動作 多一份保障 別跟自己合包 過不去 借川中城拍報道 三年多前 特斯拉車款曾經大降價 但臺灣有車主是在降價前半年購買 認為車商單時是欺瞞調價的訊息 向公平會檢舉不成 七名車主集體提告 一審判決敗訴 其中有三人不服提起上訴 不過二審仍然判決車主敗訴 電動車特斯拉近期在全球市場陸續宣佈降價 臺灣是否更進 目前沒有消息 不過回溯到三年多前 臺灣特斯拉曾經因為大砍售價 引爆國內車主不滿 像公平會檢舉不成 車主們氣得改走司法途徑集體提告大官司 因為他們入手特斯拉買不到半年 價格就直直落 攀開當時售價特斯拉兩系列共六車款 空車價從三百多萬到六百多萬元 但降價後價差最多有三百四十多萬 降幅最高有百分之五十二 有七名車主不滿買貴 主張車商沒有提供充分及正確資訊 提訴訟請求損害賠償總共一千一百九十一萬元 遭士林地院判決敗訴 其中有三人上訴後 二審十七號同樣判車主敗訴 因為他們都是在一百零七年十十一十二月 已經買了到一百零八年三月的時候才調整售價 所以沒有辦法認為說他們購買的時候 就已經決定要調整售價 車商或判免賠 因為何一廷指出 這些車主買車錢 特斯拉調價還在協商階段 對於尚未定案資訊 一般企業經營本就沒有義務揭露 也就沒有惡意欺瞞引力問題 不違反誠實信用原則 更沒有締約過失情形 另外車商對調價前 已簽約尚未取車的車主 也提供可先退訂再重新訂購的方案 於是認定車主無法請求 減少價金返還不當得利 由於全案還可上訴 但時機致電 車主委任律師 對案件低調不願多談 記者 川莊城 泰寶导 台鐵局在日前 是公佈了流財津貼 針對包含司機員和司機長 及其他人員 分別是調薪兩到三千元 但薪資不滿三萬的一千多名 營運人員卻遭到排除 台鐵產業工會就呼籲 流財要全體適用 別把流財跟低薪混為一談 台鐵產業工會上午集結交通部前抗議 因為去年底台鐵局擔心二零二四年賣入公司化後 人才流失 都在發佈流財津貼 但去排除一千多名的台鐵營運員工 臺鐵產工指出這一千多名的營運人員 是去年八月交通部為了改善國營事業單位的低薪狀況 針對薪資不滿三萬的營運人員 調薪到三萬 但改善低薪的代價 卻是被國家認定已經加薪 認為交通部和台鐵局流財毫無誠意 如果交通部和台鐵局 不重視他們的訴求 接下來不排除採取罷工行動 後續會不會有任何的行動 譬如說依法休假 譬如說任何的記者會抗爭 遊行或者是罷工 都還在我們理監事的討論當中 可以到措施的部分 我們也正在沿你報行政院來核定 會交通部和台鐵局 別把劉財和低薪混為一談 才不會打擊員工士氣 造成人才斷層 至於台鐵局公司劃子法 渴望在月底前和台鐵工會溝通 另外公司劃入完成 預計最快七月召開首次台鐵董事會 不過前提是勞資收方 需達成共識 記者冤辭陳信龍 台北報導 台南雪甲被發現 有畜牧場的預定地遭回田 營建剩餘土石方 為此台南市府認定不服農業使用 以依法開罰 不過民眾認為養豬場影響生活環境 堅決反對設置養豬場 來自雪甲大約八十名的民眾帶著怒氣 來到台南市政府民治中心前來抗議 因為業者要在雪甲蜂河裡設置養豬場 當地民眾認為一旦設置孔聰級養殖餘溫 以及臨近三家安養院的生活環境 居民堅決反對到底 這間養豬場 預計飼養規模 這間養豬場 預計飼養規模 這間養豬場 預計飼養規模 五千頭 占地達一點六公頃 而當地民眾去年九月間也曾向市府檢舉 確認現場回田混凝土塊 磚塊 以及碎石等營建的剩餘土石方 暫時停工 限期改善 而近期又被檢舉 警察人員確認還未改善 公部門強調會要求業者立即停止一切非法使用 以及限期改善 若不遵守 將暗次處罰 農業局強調限期改善期間若未改善 不排除撤銷農業許可使用同意書 並且要求業者與民眾做好溝通 減少爭議 記者文證核能 台南報導 核二廠二號機 將在三月十四號停機除役 不過大潭電廠的八號機組 可能要延到三月底四月初 才能加入供電 是不是會出現供電缺口 經濟部掛保證不缺電 但學者認為臺電手上的籌碼有限 憂心夜間供電的尖峰不足 今年又有一部核電機組停機除役 國內供電會出現缺口嗎 學者指出核二廠二號機 三月十三號停機將減少九十八點五萬千瓦 供電 加上大潭電廠燃氣七號機 在去年底下線已減少六十萬千瓦 就算八號機在三月底四月初上線 也只能回補一百一十萬千瓦 供電缺口有近五十萬千瓦 但經濟部保證不缺電 這個部分我們都會做好相關的調度跟安排 沒有問題 清大園科中心主任葉宗光存儀 指出就算大潭八號機如期上線 但離核二二號機停機仍有至少半個月時間落差 在這段期間部分機組正在碎修 不認為台電有足夠籌碼來調度電力 但台電強調核電機組停機 燃氣機組上線延宕 皆事先知道以透過調整其他電廠稅修時程來應應 我們已經配合調整了相關的大修請修的 這一些排程的這些進度 今年第一季一到三月要稅修的一部分的機組 拉到去年底去稅修 台電強調通宵小機組即將上線水利機組彈性調度可支援 配合各種措施 今年供電不會有問題 但葉宗光認為除了三四月供電風險 秋冬季節機組碎修或因應空污降載 供電恐怕更緊繃 看不出有樂觀的本錢 巴黎的地鐵站內常常可以見到表演藝人 一位穿著新娘禮服的街頭歌手 也首次獲選進駐地鐵 希望為通勤者帶來夢想 街頭歌手艾莉賈德洛穿著白紗新娘禮服 抱著吉他 在呼嘯而過的列車跟通行者之間 綻放溫暖笑容 展開地鐵的處女秀 地鐵站內過客們行色匆匆 不見得有空停下來欣賞 但歌聲軟化了沉悶嚴肅的氣氛 四目交接 不少人投以讚許微笑 巴黎地鐵的合法表演者 臥虎藏龍 都由巴黎大眾運輸公司徵選 發給許可證 自由賣意 數量有幾百個人 每六個月換一次證照 確保演出水準 艾莉參加上一題四試鏡徵選 順利過關 也拓展了音樂之路 艾莉過去經常在文藝氣息濃厚的蒙馬特區 盛新唐附近街頭開場 婚紗裝扮別具特色 他說吉他的優勢就是走到哪 唱到哪 無論互動比較侷限的地鐵站 或者戶外藝文空間 都能跟觀眾擦出不同的火花 公視新聞是會中兵 英國倫敦的蘇火區 有些酒客一喝多 就經常會隨地便利 當地市議會參考其他國家的經驗 在牆面上是噴一種防尿漆 誰要輸亂小便 尿液就會反彈到自己的身上 餐廳 酒吧 夜店 在倫敦享受夜生活 許多人直覺想到蘇火區 尤其到了週末 當地更是人身鼎沸 只是遊客多了 居民煩惱也來了 會有這情況是因為部分遊客狂歡後 隨意找個角落解放 讓蘇火區總是瀰漫尿騷味 而且夜晚老是有人在街上小便 也讓人感覺不舒服 為了反制這種亂象 西米市議會出奇招 在蘇火區受害最嚴重的牆面 噴上防尿漆 防尿漆用意就是讓尿液 見回亂小便的人身上 讓他們自作自受 當地市議會指出 光清小便 他們每年就要花掉九十五萬英鎊 約三千多萬臺幣 防尿漆是不得不 不過市議會也在週末時增設臨時廁所 同時也會開罰 隨地小便的人 最重將處一百英鎊 約三千七百元臺幣的罰款 希望多管旗下阻止遊客二席 讓蘇火區居民不必再忍受 臭氣熏天的尿味 公視新聞 順寧編譯 接著我們起來關心 今天各地詳細的天氣預報資料 今天空氣如何 和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感謝您收看這集的公視早安新聞 我是鄭偉人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歌曲 明天同一時間 我們開始 我們要去幾百元 行程 我多指出